唉 這個太扯了 這個農委會可以無能到這種地步 現在我雞蛋是去餵豬 那麼鏡頭商還要去貼錢 陳吉仲 他就是一百零一招 糟蹋納稅人的血案錢 陳吉仲在我眼裡 大概一個就會花錢 另外一個會流淚 這個農委會可以無能到這種地步 這難道不是一個彈頭農委會 陳吉仲難道不是一個彈頭部長嗎 彈缺了他還是大傻逼 一個雞蛋的問題都搞不好 請問一下陳吉仲 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下台啊 我只能說 反正民進黨這麼喜歡陳吉仲 就繼續讓他傻逼跟流眼淚吧 也許我沒有所要講話 不可能那麼順利了 所以目前當前中央政府 他永遠不去做那種 不要花時間要根本拒絕不及的話 每次都補助的撒幣 叫彈農不要講話就好 不只是在彈方這件事情 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政府的效能太差 那從來都沒有去做長期的規劃 這才是台灣 政治上當前最大問題 這個六萬支是差不多三百坪的空間 三百坪可以養六萬支 我們這八成樓 這個晚上凳會關嗎 這個密閉視的就是說 白天看不到太陽 所以現在他的休息時間 就是我們的自動化 控制時間 電話打工就是提工 電話關掉就要睡了 進去就是說 有八十趴 屬於開放式的傳統洋機場 這個自動化因為成本儘管 這支撒幣在六千萬 在我們台灣還減到十幾趴的市場 這個全自動化的密閉視水蓮 基調裡面的位置 自動化的溫度它會顯示在這邊 你每一天撿幾個檸檬 都會看到對 我們農所遇到的問題就是 彈商比較強勢 再來農委會這邊也很強勢 他們兩個聯合來壓抑這個檔價 造成這個低檔價的悲哀 你知道嗎 當時三農都沒賺錢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三角停留在三四十二錢 因為沒賺錢的時候 你想到我怎麼有錢 去產業其身 最近因為這個什麼俄烏戰爭 還有極端氣候 因為這個溫差變化太大 也影響彈的生產量 還有一個最近遇到情流感 不過這個是比較短期不可控的因素 但是長期而言你知道 如果我們在過去三四十年來 因為這個淡價也偏低了 所以整個農業升級的投資不夠 從產銷到整個生產機率的改善 這的確是要時間 所以這樣發生問題的時候開始解決問題 這個叫亡羊捕老 如果在問題上面發生之前 就看到這問題所在 這叫胃與醜合 我們雞蛋射在那裡自動電腦在那裡 直接就直接洗血 現在在那裡照光 就看到好能不能 烈人的刺激彈要打掉 雞射本身要保持相當乾淨 因為彈下來太張 你也麻煩處理 所以說 本身的設備也是很重要 台灣的整個政府 我覺得最主要是效能 因為效能不佳 所以永遠跟在問題後面 我猜農委會對這個淡方的問題 大概也知道答案 知道說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可不可能花比較長的時間 去做一些基本的改善問題 包括這個基礎監測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不要用短期的選票為招遠點 因為不要幻想 你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問題會解決 對於目前 當前中央政府 我們最大的批評就是 他永遠不去做那種 不要花時間 要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 每次都用補助的撒幣 我要另外一放 這個我要帶回家 那是林宗的事 我現在看到中央政府 都是遇到問題 補助啦 撒幣啦 叫淡農不要講話就好 不只是在淡方這件事情 其實說那個缺水缺電缺什麼 開始說缺口罩 再缺水缺電 現在連蛋也在缺 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政府的效能太差 那從來都沒有去做長期的規劃 這才是台灣 政治上當前最大問題 問題是好